另外有一位蔡幸男子则是在网路上被诈骗了 他在网路上遇到一位女子 他想说跟对方要有进一步的交往 而对方就跟他说你可以购买游戏点数 没想到这位男子就在一天之内汇款 有29次汇给对方的有53万元 结果后来发现一场空钱都被骗走了 而165反诈骗专线的专员就强调 过去一个月已经接到了有145件的原胶诈骗 而被骗的受害者大部分都是七年级生 网路原交的诈骗行为虽然实有所闻 不过还是会有许多人坠入这个桃色陷阱 而且亲一色都是男性 日前一名蔡幸男子在网路的聊天室 认识一名叫做统统的女性网友 对方要求他如果要进行原交 就必须先购买游戏点数 男子不宜有他马上到超商购买4000块钱的点数 没想到对方又以证明点数为合法购买作为理由 要求他支付保证金 男子在一天之内一共汇款了29次 金额高达53万元 刑事局特别呼吁民众 游戏点数已经成为犯罪集团诈骗的主要工具 请务必提高警觉 避免成为冤大头 请务必提高刑事局特别呼吁民众